开年以来 中欧班列开行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已经超过了8.5万列 一条条奔驰的钢铁巨龙给对外贸易带来哪些改变 我们来看报道 8.5万列背后是持续增长的开行数量 在霍尔果斯口岸的这些牛皮纸袋里 装着跨境列车的运行档案 也记录下这里的繁忙程度 这里每天需要保存的牛皮纸袋 从过去的100个左右增长到大约800个 这也意味着平均每小时就有一趟列车进出境 今年以来 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2600余列 同比增长5.3% 实现了连续46个月单月开行超千列 8.5万列背后有不断提升的运行质量 正月初五 西安开出龙年第一趟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 西安往返德国杜伊斯堡只需要10天 比去年又缩短了两天 和最早的班列比缩短了约一周 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速度最快 货值最高 它的货品以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 平均每贵货值约80余万元 比普通班列高出13% 去年 中欧班列承载的贸易额超过750亿美元 比前三年的平均值增长了50% 8.5万列背后还有不断延展的贸易网络 数字口岸建设不断完善 如今 在中欧班列始发地提报通关申请 口岸可以独秒放行 高效通关 助力中欧班列运输网络不断延展 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 联通的城市由去年的217个增加到219个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 十年间 中欧班列承载的进出口货值 占中欧货物进出口额的比例从0.3%增长到6% 构建其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平台